柴虎 废柴 自有妙用 你是否觉得自己的身上没有一丝闪光点 时常感慨自己简直就是个废柴 你是否经常质疑自己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 感叹自己对社会毫无用处 今天一起来听一个近期的废柴的故事吧 话说从前有一种被人用来当柴烧的草 这柴火草坚信自己被用来当柴烧是大材小用 一定拥有着不为人质的技能 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碰巧有一个信胡的靖石家的长工二曼得了瘟病 这胡靖石看他不能干活又怕传染给别人 就打发他走 二曼苦苦哀求 胡靖石便让二曼病好了再回来 二曼无法只好离开了胡靖石家 可一出门他就感到一阵冷一阵热的 迷迷糊糊走到了一个杂草丛生的水塘边 凉头一酸就倒在了地上 正好这水塘边长满了柴火草 柴火草一看心里头琢磨 呀得机会终于来了 今天就是爷的出头之日 却说二曼躺了一天又渴又饿浑身无力 就挖了些周围柴火草的根来吃 一连吃了七天 周围的草根都让他吃完了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二曼忽然觉得身上有劲了 虽然有些纳闷 病怎么突然好了 但二曼没有多想 就又回到了胡靖石家干活 过了些日子 不想胡靖石的宝贝儿子 也得了跟二曼一样的病 胡靖石就这么一颗独妙妙 那就一个吉亚 到处请大夫 却怎么也治不好 他想到 二曼不是得过这病吗 当即把二曼找来 问出了二曼离开的这几天 只吃了种 用来当柴烧的草根 于是赶紧到水塘边 也拔了些草根给儿子喝 过了不几天 儿子这病真给治好了 这下柴虎草 终于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此药草 性胃苦 心 微寒 越急寒热 越近不调 脱缸 子宫下垂 胃下垂等症 都是他的手下败将 柴虎 以他和解退热 疏干解育 生举洋气之功效 从此名闻江湖 周围 听了柴虎的故事 您还会质疑 自己存在在世界上的意义吗 还要感叹自己 对社会毫无用处吗 崛起吧 骚年 废柴 自有妙用 是金子 也总会发光 也许你不知道 你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藏在某一个小角落 等着觉醒的那一天呢